音乐分享的所以更强 大家好 我是小赞 那么咱们公众号呢 昨天发了一条 关于老庄明年4月份 在成都开workshop的一个信息 那么发完那个信息之后呢 就有很多朋友问到我 也不是很多啊 那么有几个吧 那么问题主要就在两点 第一 有没有打折 有没有折扣 谈平会员 这次有没有优惠 回答是有的 但是你等到这个视频最后 我告诉你如何获得 还有一种问题呢 就是问我 我自己是不是该去 当然不是我问 是问我他自己是不是该去 那么对于这种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 你是不是该去 应该你自己比我更加清楚 可能你没想清楚 那么这个视频 我来帮你想一下 帮你分析一下 你是否该去别人的workshop 首先我们要说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 今天后面所有的废话的前提 就是如果你是土豪 老庄的workshop一定要去 一定要七七去 而且不打折 原件去 然后把所有的提成发给我 这是你该去 那么除了这个前提之外 我们冷静的来说 正常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该去 首先你要分析一下 你是不是那块料 这个问题很现实 对吧 当然我前面说了 土豪出外 你是不是那块料 你是不是需要 在你当前的阶段 是不是需要这样的提高 对吧 你需要冷静去考虑 任何人的workshop都是这样 那么第三个你需要考虑的 就是这个workshop 是否值这个价格 当然老庄这个 第三点你不需要考虑 你只需要考虑前两点 对吧 你是不是这块料 你是不是需要这个东西 那么这两点呢 你可以从什么地方分析 因为学习 任何学习都需要一定的悟性 所以说即便是顶级的workshop 它的含金量再高 如果你自己的学习能力很差 或者你没什么悟性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跟大师聊聊 跟大师的助理聊聊 可不可以开个一对一的淘班 当然这样的话 你可能能进步的快一点 那么在参加任何的workshop之前 我们刚才说过了 老庄那个workshop的含金量 不用考虑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你到底在这个workshop 你可以学到多少东西 关系到两点 第一个是你的悟性 第二个是你是否总结了 你现阶段的问题去参加 那么我说到这个悟性呢 就是你长时间积累 所下来的一种摄影习惯 那么这个摄影习惯 可以给你带给你什么呢 你通过参加一次workshop 无论是谁的 无论是谁的 无论含金量的高低 你可以从所有表象 你用眼睛观察到的 看到的这种表象的东西之外 学到一些更多的东西 或者是更深的一种理解 这就是我说的一个摄影习惯 和一个悟性 对吧 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刚开始玩摄影的时候 我出门的时候 无论我带没带相机 可能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会想 这个东西拍的时候构图是什么样的 那个东西拍的时候构图是什么样的 这个其实都是在一点点养成 这种摄影习惯 对吧 那么如果你的悟性够 如果你又清楚地了解 你自己当前摄影水平 所处的等级的话 你就会知道 这个workshop到底适不适合你 对吧 你能不能跟得上 对吧 让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 直接去读大学的话 他即便一年级成绩再好 他也听不懂 没有任何意义 他也记不住 因为他东西连不上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个高中生 如果你的水平已经达到了 大学预科的水准 这个时候你去再直接读大二 或者直接读大三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那老师可以几个点 提点你一下 你的水平就上去了 对吧 很多人是需要 这个名师或者说是高手 在这个恰当的时候 给你这么一个点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学习 无论哪个行业 到了一个平静期的时候 如果有高人稍微帮你一把 或者稍微点你一下的话 那么你这个平静期 很快就可以上升一个新的态界 对吧 这个就是一直以来 我在做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分项所以更强 但是当然我的水平有限 那么我给大家分享 都是非常基础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希望能让大家 在入门这个阶段 不用卡的太多 对吧 当然你提高之后 你超过我的水平的人很多 比我开的好的人也很多 我对自己的定位很简单 一个职业的社会 其他爱好者 为什么是职业的 因为我现在靠这个事吃饭 我靠这个事养着四个人 我我媳妇 然后还有两个 我的朋友 不能叫员工 我管他们叫朋友 对吧 一共四个人 那么既然你知道了自己的定位 你知道自己水平阶段的话 你就不需要再来问我 你到底是不是该去这样的workshop 对吧 或者你该去什么样的workshop 但是我这里提醒大家一点 这个国内现在半班的省事越来越多 对吧 当然水平参资不齐 前段时间有一些传闻 打着谁谁谁的喜好 怎么怎么样 这种事以后也不会少 他不会是第一个 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对吧 那么我们在去参加任何人 一个人的workshop之前 一定要清楚了解这个老师 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准 你不能说盲目的跟风 别人说他是大师 就跟着去了 然后听他忽悠忽悠 你就信了 或者怎么着 这种还是要冷静 因为我知道现在在看我视频的 年龄层次越来越小 对吧 从前看我视频的基本上都是跟我年龄差不多 比我稍微小一点 现在就是我通过聊天 有的朋友跟我说大学刚毕业的 或者还没有毕业的 这种朋友都有 20岁22岁上下这种 所以在那个年龄的话 你们的钱一定不是自己挣的 或者说挣的不是那么容易 对吧 对于现在这种workshop满钱费 然后动不动就几千几千 一万两万这种的话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考虑清楚 然后再去参加 那么另外我要说的就是 这次老庄的workshop跟之前会有一些不同 之前很多就是以 先是讲课 然后案例分享 然后在大家练习这种形式 那么这次成都呢 我也是有侧面的稍微了解一下 他会直接带着所有的学员 直接进行真实案例的一个拍摄 那么从策划到这个执行 以及到后期制作 整体这么这样走下来 其实在只有在这种真正的工作 这种流程当中 我觉得大家能学到的 能感悟到的才更多 那么这也就是我前面刚才提到的 这种学习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叫习惯 对吧 习惯的养成 当你有了一个好的学习习惯 那么你再去花点钱 去参加这样的一个 高手的一个工作流程以后 你能学到的远远不止 你表面可以看到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好那么最后 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问我第一个问题 老大 糖皮科学有没有折扣 我觉得我已经把你们惯坏了 很多人都是 一提糖皮就跟 有点说不好听的 因为有时候蓝天也给我抱怨 说有个人打着糖皮口号 过来买了便宜东西 买完便宜东西呢 又各种找事 对吧 然后还有的人呢 更有甚者 更有甚者是 买了同样东西 买了四次 退了四次 就是免费租回去用一下 用完之后就退掉 然后隔一段时间需要用 又去买一下租一下 然后退后 租金也不用付 然后运费 还有运费险 这种人 我觉得可能 让我有点恶心 真的让我有点恶心 因为我是想 做糖皮是 把国内真正喜欢摄影的人 做成一个小圈体 那么大家真心的 把自己的技术分享出来 对吧 就像我说那句话 像因为分享作业更强 但是我在中间 给大家摸过很多福利 但是我不希望 大家用这种福利 来变成自己占便宜的工具 包括老庄的workshop 老庄上次跟我做直播之后 他那期workshop 我也是帮他推荐了几个学院 并且我推荐过去的 都给打了八折 八折还是八五折 我忘了 反正都打了很大的折扣 对吧 包括这一次 昨天老庄的运营跟我说 赞哥你帮我推一下 我说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没有 然后他说 这次糖皮你推荐过来 还是给这折扣 然后到时钱是给你 还是直接打折 你说算 我说直接打折吧 对吧 因为我挣这个钱 我觉得 不是我不缺这个钱 我也缺这个钱 但是我觉得 我挣这个钱 就违背了我的初衷 所以呢 我也希望 所有打着糖皮7号去 不能说占便宜 因为大多数人 大多数糖皮的会员 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希望 所有打着糖皮7号 去和别人交朋友的 去和糖皮推荐的这些商家 有一些买卖交易的 那么除了 既然大家通过我 拿了人情的价格 我觉得售后上 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 也可以还我一些人情 或者是还给这些 支持我的商家的一些人情 对吧 那么这一次 名额其实有限的 不可能无限 没有名额限制 那么以后老庄的workshop 所有人都说是糖皮去的 那所有人都是这个折扣的话 不可能的 肯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你真心想去参加 这个workshop的话 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跟我说一下 或者你已经有我的微信的话 你也可以跟我说一下 然后我也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也许你不需要这个workshop 也许你去学了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那我可以让你省点钱下来 到时候你发个红包 就给我就考了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啰嗦这么多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投币转发评论 我是博士老赞 咱们下期再见